如果强迫症最高级别是10级 那么这个男人一定是11级 早上6点准时起床 6点05整理床铺 换好床单 必须用电影斗运凭整 6点45洗澡 甚至连沐浴露和洗发水 使用多长时间都规定好 7点半准时整理浴室 浴帘和肥皂不能有一丝水渍 每天要穿的衣服 按照颜色进行分类 收拾好 8点半准时上班 路上花费12分钟 8点42分 路口正好变绿灯 12点吃午饭 12点15 到达便利店 所到之处 饭团必须摆正条直线 不仅如此 男人还有重度洁癖 看到同事吃东西掉渣 马上用洗尘器洗干净 最讨厌领导 吃得满嘴都是脏 同事在身后咳嗽一声 都得立马喷酒精 并且男人呢 总不会凸手抓不干净的东西 有人拥抱 他都得800里加急 去洗衣店洗衣服 上老板立马将衣服 进行全方位的清洗 确保不留下一点味道 男人意外地暴起一只猫 一想到 猫咪身上有寄生虫 感染严重 还会导致双眼致命 吓得嘴张的老大 浑身发抖 更恐怖的是 猫咪还在他身上撒尿 男人更是直接晕倒 没想到 男人遇到了 一样有强迫症的女子 他俩强迫症谁更厉害呢 具体让脖子讲讲 男人叫阿正 是个图书管理员 从不做计划外的事情 再值8年7个月26天 从未迟到 最近阿正有了新衣的女神 女神和他一样都是强迫症患者 指甲从不会流长 衣服上也不会有散落的头发 一言不合就喷酒精消毒 阿正已经喜欢女神100天了 笔记本详细记录了两人的交流 包括几月几号对话几分几秒 消费多少韩元 连标点符号都记录清楚 今天阿正准备表白 中午12点15分准时到达便利店 拿出笔记本表白 没成想对面是个陌生女人 阿正瞬间崩了 整个人慌张到不知道该干什么 只能赶紧跑走 涂了一下午黑白格才恢复理智 他突然想起自己的笔记本落在便利店 跑回去被告知 店员晶晶在酒吧 来到酒吧 因为混杂着酒味 在阿正眼里到处都是细菌 简直太要命了 更致命的是 他听到晶晶用笔记本的内容做了一首歌 计划男 晶晶唱着唱着认出了角落的阿正 指着他就是计划男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阿正身上 他甘大的脚趾都能抠出一座魔法城堡了 晶晶追出去把笔记本还给他 表示可以帮他追女神 在晶晶的引荐下 阿正终于向女神诉说了自己的心意 本以为习惯相似的两人能更进一步 没想到女神却表示他不喜欢这样 已经在接受治疗了 因为强迫症他每天洗几百次手 手都已经褪皮了 见到别人也不敢握手 女神说到激动处情绪崩溃 把桌上的东西都弄乱 但很快两人就受不了了 乖乖把东西摆放整齐 阿正听了女神的建议去看医生 为此专门列了四条需改变的内容 一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设定闹钟 二无法忍受东西不整齐 三绝不会直接用手摸脏东西 四没有事先计划好的事绝不会做 医生带他去参加病友互助会 这里的人个个都很奇怪 女孩有鸽子恐惧症 女人是严重设恐 男人只要和别人对视就想发火 医生还来不及逐个鸡婆 这些人就发病了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没想到医生先疯了 原本医生治病人变成了病人安慰医生 阿正只好找别的办法 正巧晶晶来找他组乐队 他做了一首计划男 想参加比赛 可比赛规定最少要两人才能参赛 他们一起参加还能顺便搞定版权问题 作为回报 晶晶会帮他改掉四个问题 第一步就是要解决闹钟问题 没了手表 阿正整晚都在数数 根本睡不着 不出意外阿正迟到了 上班八年这是他第一次迟到 所有人都高兴地为他鼓掌 同时激动得快要哭了 两人第一次排练 阿正就把钢琴擦了八遍 弹了一首小时候学的曲子 指尖不断在琴剑游走 简直就是韩版的莫扎特 晶晶激动地给阿正一个大大的熊抱 却被一把推开 阿正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洗衣店 晶晶继续帮他改变 第二条不能忍受东西不整齐 于是他故意把便利店的东西摆得乱七八糟 还不许让阿正整理 阿正只能手里摇沙桶转移视线 晶晶持续进攻 这次改变第四条 没有事先计划好的事绝不会做 阿正准备回家刷马桶 却被晶晶叫来看表演 舞台上晶晶尽情唱歌 台下阿正也被这种氛围感染 终于到了初赛这天 两人的参赛曲目是有父之夫 这是晶晶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改变 原来晶晶的前男友 玩着结婚的事事和他交往 被发现后还倒打一耙 说晶晶先勾引他的 晶晶以前的队友也离他而去 而前男友正好是这次比赛的评委 晶晶当面嘲讽他是渣男 两人指着鼻子骂他 气得前男友将他的歌贬低得一文不值 幸好旁边的两个评委很欣赏他们 让两人晋级下一轮比赛 赛后前男友大闹便利店 说晶晶就是个疯女人 威胁两人不许参赛 阿正挺身而出 表示两人一定会参赛 前男友走后晶晶靠在阿正肩膀痛哭 但这次阿正没有躲开 不知不觉中阿正已经有了改变 其他病友们也在一点点变好 女孩不再害怕鸽子 男人的脾气也收敛了不少 女人为了改变社恐亲手织了一件毛衣 为此一生准备举办一场表演会 让他们邀请见证自己改变的人来参加 阿正本想邀请女神 可两人言谈中阿正总是无意提到晶晶 女神让他交给真正要给的人 阿正回到便利店 借口讨论下一轮要唱什么歌 顺便把邀请韩交给了晶晶 回家路上也蹦蹦跳跳 两人比赛的视频被疯狂转发 一个过气主持人看到后 来找阿正想采访他 没想到见到对方 阿正突然情绪失控 原来阿正小时候是个天才少年 智商超过200 圆周率可以背到小数点后1万位 节目上主持人随便说小数点后612位 他还没找到阿正就已经说出了数字 人们都称阿正是韩国未来的希望 主持人也因此名利双收 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阿正长大后变成了普通的图书管理员 到了第二场比赛 两人还没开始唱歌 评委就犀利指出 晶晶是勾引有父之父的疯女人 阿正出来制止 前男友把苗头指向他 你就是个在电视上欺骗别人的诈骗犯 阿正当场就和前男友打起来了 事后主持人恶意剪辑 把智商200的天才少年变成了骗子 事件一出就冲上了热搜 阿正把自己关在家里 也不接别人的电话 就在他想放弃一切的时候 洗衣店老板上门 让他不要在乎别人说的话 只管做自己就好 晶晶也主动拿酒来 两人一起喝酒畅谈 想着拿到两亿奖金之后做什么 在晶晶的开导下 阿正走出家门 慢慢靠近小猫咪 伸手抚摸他 看来小猫也没有那么可怕 另一边晶晶找到前男友 拿起吉他直接砸过去 霸气表示 做成这样才算是疯女人吧 并有的表演会开始 主持人偷偷溜进去 想趁机偷拍阿正 轮到阿正上台 他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在他紧张的时候 晶晶来了 阿正这才有点放松 说出了30年前的事情 当年阿正年少成名 妈妈想把他送到美国去进修 可他才8岁 一个人去异国他乡 对他来说实在太过残忍 面对妈妈的期望 小小年纪的阿正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选择最直接的方法 节目开始面对台下观众的提问 阿正明明知道正确数字是什么 但他故意选择了错误答案 只为了不和妈妈分开 一时间铺天盖地的质疑声和谩骂声 全都朝他袭来 节目结束母子两个被记者围堵 说他们配合节目组造假 阿正害怕地跑走 妈妈去追 不料被闪光灯晃到眼睛 脚一崴摔下楼当场身亡 这么多年阿正一直认为 是自己渐渐害死了妈妈 所以他学着妈妈的样子 从不会把衣服弄脏 指甲一直修剪干净 这样仿佛妈妈在身边陪着他 阿正谈起这些 眼眶通红 泪水不断从脸颊滑下来 台下的人们听到这些话 也忍不住泪水 医生上前安慰 表示这些都不是你的错 恍惚中阿正好像看见了妈妈 他哭着向妈妈袒露心声 是我太害怕了 是我对不起你 他把医生当作妈妈抱在怀里 哭得就像和孩子 主持人也被这一幕感动 当年的悲剧他也有责任 是他太想成名 所以提前找了演员 让他们在节目中 假装观众向阿正提问 实际上他们的问题 主持人早就知道 还让阿正提前被答案 让他那么小就说谎 听了阿正的一番话 主持人决定放弃素材 表演会结束 晶晶把手表还给阿正 但他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阿正鼓起勇气向晶晶表白 虽然你从不做计划 还有点邋遢和我根本不是一种人 但我却喜欢你 晶晶听后直接亲上去 阿正竟然当场晕过去了 不过他嘴角是笑着的 看来晶晶的出现彻底把阿正改变了 本篇叫计划男 本期问题 你身边有洁癖的人吗 有的扣31 没有扣32 阿正虽然在外人眼中 可能有点奇怪 但了解之后会发现 他是个很有趣的人 做事认真 钢琴是杰 是个很可靠的人 本篇好看 推荐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不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by bwd6